人類世界的八大秘密 出發全台灣 第一站來到人稱好山好水的宜蘭 我們主動出擊 提案拉讚 歷經兩個月的開發不容易 所以請幫我們看完影片最後 宜蘭在地乾爹乾媽的業配介紹 然後和我們一起感謝他們 也感謝一路支持我們的頻道會員朋友 想支持我們持續製作影片 就快加入會員吧 人類世界宜蘭人的八大秘密 第一 想自己宜蘭是台北人的好花園 這句會讓99.99%宜蘭人生氣的話 到底是誰先說的呢 1990年代北宜高速公路 AKA蔣衛水高速公路的建設計畫開始時 宜蘭將成為台北人後花園的說法 漸漸在媒體上出現 然後一直延續到今天 2006年雪山隧道的開通 讓台北宜蘭車程不到一小時 不然以前可要一路暈車兩小時啊 越來越便利的交通 讓宜蘭人更容易到台北找工作 也讓台北人方便到宜蘭居住或遊玩 加速了宜蘭與台北的交流 然而宜蘭市台北人後花園的說法 也引發了反彈 花園代表著自然未開發 但宜蘭也想發展自己的工業啊 或者認為 觀光客短暫的停留帶來了破壞 也大大衝擊了當地人的生活 房子變貴 每到假日去哪都要排隊 老闆也忙到少了人情味 或許那些說出宜蘭市台北後花園的人們 只是讚嘆離台北那麼近的地方 竟然就有個世外桃園 卻沒想過當地人認為 就算是花園 宜蘭也是宜蘭人自己的花園啊 對你耶 龜山島是座落在宜蘭外海 長得像一隻烏龜 現在沒有居民的火山島 但你知道嗎 1977年以前 龜山島不只有住人 上面竟然還有小學 後來由於軍事需要而被迫集體牽村 到了1980年代末期 因為在許多中國遺傳上 進行走私或偷渡的不法分子 會偷偷躲在龜山島上逃避茶器 所以國防部一度打算 要將龜山島作為火砲射擊訓練的目標 順便趕一趕在龜山島上面那些壞傢伙 這個想法引起 會破壞警官 會影響漁民生計 等等的反彈 直到2000年 神秘的龜山島才開放觀光 Sup 劍走 賞金 讓你玩一天 不過龜山島也不是想去就能去 不只要提早三天申請 還有人數限制 而且也不能留下來過夜 或許對很多人來說 龜山島有夠神秘 但對於許多宜蘭遊子來說 龜山島卻是家的象徵 搭著客運 出了血碎 看到龜山島的時候 就知道離家不遠啦 第三個 下雨不愁 宜蘭人歐多拜上面的必備小物 擋人一般女神算什麼 宜蘭機車騎士 擋風擋雨板都給她抓起來 你說好像有點慫 那我們再把雨刷加進來 進化成擋雨板完整體 出門有雨作伴 是宜蘭人的習慣 就連作家黃春明都提到 宜蘭的孩子 是雨的孩子 這是因為宜蘭夏天有對流雨 冬天有東北季風和颱風 一整年有超過200天都在下雨 下雨天了 怎麼辦 西部的朋友有護國神山 宜蘭的朋友則有擋雨神物 除了有擋風擋雨板 讓衣服更快乾的八字衣架 更有抵擋強風豪雨的鐵捲門 一樓二樓裝起來 開玩笑 竹風蘭雨可不是叫假的呢 但豪雨 plus河川下游的低洼地形 也常導致淤積氾濫 好在像是東山河下游後來整頓成清水公園 不但改善了淹水的情況 更成為另一個觀光景點 你身邊也有擋雨板男神女神嗎 第四雷 宜蘭吃吃喝喝 觀光工廠 全台灣第一桌 對許多人來說 旅遊可不能只是上車睡覺 下車尿尿 還希望學點東西 多點體驗 讓小朋友也玩得開心 於是在2003年 經濟部推動了 工廠觀光化產業輔導 歡迎工廠OpenHouse 讓大家有機會認識產業和地方文化 也為傳統工廠找到下一條出路 蒙拉子減西口 如果你還想吃吃喝喝 那宜蘭絕對是好選擇 宜蘭農業漁業多 食品類加工廠化身觀光工廠 數量更是全台第一 除了有戶外園區能拍拍美照 還有室內展覽讓你少淋一場雨 如果要來推薦 你要去哪裡 那就去金車吧 金車的葛瑪蘭威士忌酒廠 是國際級的觀光工廠 曾拿下世界年度真六酒廠冠軍 現在更是世界前十大麥芽威士忌酒廠 這裡有在太平洋水氣 與雪山山峰作用下釀造的 葛瑪蘭威士忌 不只可以DIY專屬你的威士忌 還有免費試喝 伴手裡拿出葛瑪蘭威士忌 馬上抓住全場注意力 不喝酒 那還有投誠的博朗城堡咖啡館 看看風景喝喝博朗咖啡 如果想帶小朋友出門放店 到金車生技水產養殖研發中心 就能近距離看魚魚餵沙沙 還有吃吃海水養殖 健康好吃的蝦蝦 接著再去金車郊西蘭花園 親近動物植物 療癒身心 大家喜歡在家裡擺的官葉植物 蘭花 多肉植物 在這都有得看有得買 以上行程想一網打盡 就快撥打電話 03 朋友還去過宜蘭在地的 哪些觀光工廠和園區呢 留言告訴我們哪裡好玩吧 第五位 瓜蜜為宜蘭唱起 瓜蜜是台灣唯一本土的傳統戲曲 它是從一種叫做 本地瓜的表演形式發跡而來 本地是指宜蘭 瓜則是指歌謠 大家在農俠之餘 只要用繩子在地上框出個範圍 就可以算是個舞台 能在上頭表演 被稱為落地嫂 也常用哭腔調來抒發鬱悶的心情 自於愚人的簡樸演出 展現最本土 最接地氣的態度 後來這樣子的舞台小戲 融合了炫目的舞台效果 與華麗的戲服 成為了瓜蜜 一路從廟口到電視 再到國家戲劇院 成為許多代台灣人的共同回憶 瓜蜜裡頭俊俏的小聲 更是迷倒眾多的婆婆媽媽 像是同樣出生在宜蘭的國寶級演員 楊麗花 在尋規演出時 就曾出現過觀眾在台下丟金條 丟鈔票的迷媚事蹟 許多瓜蜜出生的演員 也因為他們的身段和演技 跨足演藝圈發光發熱 在此同時 最初透過口耳相傳的 本帝國仔 因為許多異失的凋零 而面臨失傳的危機 2013年文化部指定 本帝國仔為重要傳統藝術 並將傳承的工作 交給了目前宜蘭僅存的 本帝國仔團體 撞山新涼樂團 第六個 酸酸軟軟宜蘭 酸酸軟 酸軟 可惡 有沒有宜蘭的朋友可以救援啊 齁 傑夫啊 做的交代給我就好啊 齁 讓我們掌聲歡迎 楊秀慧秀慧姐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半黑糖來自宜蘭的楊秀慧 這次要來跟觀眾朋友介紹一個 我的故鄉宜蘭 第六個 水水綠綠綠 宜蘭的哭音真好勝 結果宜蘭的朋友都會發現 宜蘭人的台語有一個 真特別的哭音 會跟紅的母音 黏作是胃 還有真的黏法 清楚是 鹽水真好吃 宜蘭人的黏作是 鹽水真好吃 還有 水水 奶奶 吃麵 配肉奶 在宜蘭做真好聽 真好勝 這樣第一次的哭音 原來是受到 薑酒香的影響 台灣萬南部 有煮酒味和薑酒味 兩大系統 這兩種的哭音 在短時間的交流之下 已經變成台灣另外一種的方式 在冬年五山 帶到一群人來到宜蘭開墾 這群人 大多數都是薑酒人 也讓薑酒Q台語來到宜蘭 甚至經過調查 宜蘭還有95%的薑酒Q 說到薑酒人 帶來影響 不是只有薑酒而已 還影響到宜蘭的生 在宜蘭有很多地方 都是薑酒人 這種人有超過25% 甚至超過台灣平均的100% 這些薑酒的朋友 組織上海風可以台灣到有獎酒 甚至這些來自獎酒戶 其中出現薑酒人 還在宜蘭生臨後 臨死家廟台灣黨 身為當地上海有名 還有一個經典 你身為朋友到有薑酒的朋友 趕緊 跟你薑酒的朋友聯絡 跟她說你真漂亮喔 好啦好啦 春來的時間 就要交代給祝福喔 感謝台灣白的觀眾朋友 我要去看阿民一個投稿喔 再見 掰掰 第七雷 說到宜蘭人的個性 就像這種點心 我們真正的宜蘭鄉親代表 就是編號260的高渣 等等高渣 高渣的做法 是將雞大骨 加上絞肉 蝦泥等等好料 熬成高湯後 再用粉類和雞蛋 組成粘稠狀凝固 最後大火快炸 原理和夜市常見的炸鮮奶 有那麼一點像 成品外表 看起來像炸豆腐般 平凡無奇 內在就像是凝固的高湯 或者泥狀的蘿蔔糕 要是你小看它 給它大口咬下去 肯定會被燙傷舌頭喔 外冷內內的高渣 就像宜蘭人一樣 外表低調 但內在卻熱情異常 必須花時間 細腳慢艷好好認識 這個說法也時常在選舉場合中出現 被用來形容那些來自宜蘭的候選人 是默默做事的一群 宜蘭的小吃不只有高渣 由於古早的宜蘭對外交通不便 所以發展了各樣獨特菜色 糟餅 肉捲 鴨賞 膽幹 芋泥 吸毒肉 都曾登上了國宴 你曾吃過燙口的高渣嗎 而宜蘭許許多多看起來有夠好吃的特色美食 你又吃過哪些呢 禮拜的宜蘭縣長和金銀之神的公開辯論 1987年 台塑預計在宜蘭建六清石化廠的事件 讓宜蘭縣長陳定南 與台塑董事長王永慶 AKA他從政前的老闆 在電視上展開一場精彩的辯論 陳定南指出 宜蘭縣的地形封閉 這個地方的污染非常不容易擴散 宜蘭縣的產業結構非常特殊 漁業的生產種子在農漁牧裡面的生產種子裡面 已經超過一半 那這個地方的海洋生態以及漁業資源不容糟蹋 反對高污染的六清石化工業 他表示這不只是單純的為了環保 六清在宜蘭設廠根本就違反中央規範的 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而且也不要以工業會帶來工作機會來說服 因為在之前 宜蘭早就規劃農工商業要平衡發展 宜蘭縣良好的自然景觀 發展觀光事業是一個非常好的 而且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要成為和瑞士一樣 住起來舒服 玩起來有趣 工作又快樂的地方 在縣長卸任後 他還帶著鄉親遊行 請願 示威 終於擋下了六清 回到觀光發展 結合了人清 五清 水清的設施 由北至南 東東東成為許多人去過了風景區 穿在藍陽平原上 像是條翡翠項鍊 到了今日 他說過的話 做過的事情 依然體現在宜蘭人的生活中 我來自宜蘭 成為宜蘭人最驕傲的事 宜蘭 當然不是單天快閃的後花園 但只要你願意放慢腳步 降低音量 不留足跡 就能被宜蘭的好山好水 好人好事 緊緊擁抱 你身邊也有宜蘭的朋友嗎 歡迎呼喚他們 下次帶你一起回去宜蘭吧 本集大力感謝促成八大地方人系列的宜蘭在地企業 金車關係企業贊助播出 下一站你想要我們出發去哪裡呢 歡迎各縣市朋友敲碗在地產業贊助八大地方人系列 我們也正在尋找乾爹乾媽 斗內支持我們製作影片 讓台灣各地的美好被更多人看見 人類世界的八大秘密 等你來揭秘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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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